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致力于研究下一代与原生中间建结构 达到SaaS应用开发者生态和事件吹动结构相关技术 包括EVMS Lockium Queue和Service Workflow 那今天我会介绍这个话题是 什么是SaaS组合式应用和它的新趋势 EVMS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EVMS线目在华为落地 最后不谈谈EVMS未来咱们 那首先Gunner在2020年做这样预测 他说到2024年有30%的电子商务企业 会用到Package Business Capabilities 去构建他们的应用体验 那这个Package Business Capabilities PPC就是组合式应用 那么什么是SaaS组合式应用 Gunner是这样定义的 首先PPC是有明确业务能力的 多个数据模型 微服务API应用和试验通道的集成 所以PPC本身就是应用的集成 一个完整实现的PPC 是功能完全能独立完成业务需求的 不需要外部依赖 多个PPC可以以积部的方式 来构建企业的解决方案 呈现完成的统一的用务体验 那大家看这个图吧 你看第一个图 每个PPC里面都是一个多个微服务的集成 他们有内部的数据库 PPC对外开放API接口 或者以世界的通道形式来对外开放 PPC可以有自己的用务体验 user interface 所以外界可以通过API 试验或者用务界面来调用这个PPC接口 那第二个图 那多个PPC可以组合成应用套件 叫application suite 那最后呢 多个应用套件可以组装成企业API组合 所以PPC是可以以积木方式 打建企业应用 那么PPC的介质在哪里 首先PPC是商业驱动的 通过集成单个位服务 来解决业务问题 所以PPC的使用者通常是商业分析师 他们对业务熟悉 了解业务需求 他们可以通过对每个位服务的能力 把他们集成起来来满足业务需求 这些位服务可以来自于不同的供应商 每个供应商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应用开发的能力 比如有些擅长做在线支付 有些擅长做客服应用 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供应商 来开发不同领域的微服务 另外一些企业的集成 另外一些企业的集成服务品平台 比如说华为的罗马Connect 他们是提供无代码 低代码的工具来集成SaaS应用 可以让PPC敏捷上线 高效迭代 最后PPC的介质在于 它对微服务技术的封装 屏蔽技术实现 这样的微服务可以更容易实现技术的更新 那大家看下面这个图 从远见工程的历史的推连来看 在90年代2000年的时候 那比较流行 Monoforic单片远见 把所有的业务逻辑都包在一个远见包里 一次部署安装 那么到了2000年后呢 开始流行面向服务结构 SOA 你要把你要出现了零散的多个的很多的微服务 虽然这个这样的结构是把不同的业务能够逻辑能够 就利用自己的已有的微服务能力 这样子能够达到一次开发 多次实用的效果 那么PPC能带来这样商业介质 我们了解一下PPC现在的挑战是什么 那几层应用 应用几层的核心问题 往往是挑战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因为应用的开发者来自于不同供应商 他们实现方法不一样 有的用Drava 有的用购语言 而且他们有时候应用的显示也不一样 比如有的用TCP 有的用HTTPP 有的在那个CLC方面的用AMQP 有的在IoT方面的用MQTT 所以说他们的应用显示不一样 最后呢 他们的数据模型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用OpenAPI 有的是Eboot的用Async API 有的是在实践方面的 用CloudEvent 那么这样多样化的应用环境 就反而增加了应用集成的难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 APAGE EventMesh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呢 我们能介绍一下 APAGE EventMesh这个开源线物 EventMesh是在与原生事件驱动 分布式应用的运行时中间键 那这个就是EventMesh的建构图 大家看到EventMesh是提供多语言的客户端 有Java Go,C,Python等等 EventMesh支持了多种通信协议 有HTTP,有TCP,GIPC,有CloudEvent,MQTT 那最重要的是EventMesh是插件或的结构 通过不同的连接器 Connect对接其他后端服务 比如说RockMQ, Kafka,Reddit等等 EventMesh想做成这样的 事件驱动的中间键平台的标准 让不同的公司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开发需求的 需求来开发自己的插件 来对接自己事件的过端服务 这里就谈谈EventMesh的主要的试用场景 首先由事件生产者把事件发送到EventMesh EventMesh把事件保存到事件的存储服务 比如说RockMQ,Kawaka 但另一边,事件协议者通过EventMesh的订阅相关的事件 然后EventMesh也把所订阅的事件推送到协议者 在EventMesh运行时里 EventMesh具有多线程的并发 能够针对事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性能的要求 独立配置不同的线程史上参数 能增加来增加事件分土量 EventMesh对事件的消费 采用复杂均衡和从事的机制 来保证事件消费成功 另外EventMesh对产生事件的进行交易 过滤路由转换 支持高级的事件处理能力 最后EventMesh能作为事件总线 通过插件化方式支持多种底层事件的存储 比如说在LockMQ卡不卡 那么我们看看EventMesh如何解决 PPCSaaS组合式应用的集成标准化问题 EventMesh在第1.4.0版本之后 就支持了GRPC协议 GRPC是基于HTB2 HTB2的高性能的RPC框架 它支持了Client和Server双向一部通信 在集成标准化方面 EventMesh通过GRPC 实现了多元SDK 并且整合了它的TCP和HTB协议 所以EventMesh能够统一用 用ProductBuff的定义 定义了API接口数据模型 也同意了 通过用CloudEvent定义了世界模型 比如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图 这里是PPC的三个微服务的集成 分别是Shopping Card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Order Service 每个微服务可以用不同的开发语言实现 有不同的通信协议和数据结构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 世界发送和消费集成起来 比如说Locker On Q Service 比如说Order Service 把世界单世界发送到Shopping Card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把客户信息通过世界的形式 发送给Order Service 他们视线同时通过GRPC协议 来发送给EventMesh EventMesh通过用GRPC 把视线推送到消费者 实现了端到端的 视线的流转 这种实现推动的结构 是通过EVод通信 实现了信用集成 这样子增强了性能和容错性 因为这EVod通信中 一个应用发生错误之后 不需要等待另一个应用的显示 也不因为另一个应用的错误 而导致血崩的效应的错误 这里我们再深入看看 GRPC在EventMesh实现 GRPC在EventMesh的实现中 实现了这些的应用场景 包括事件发送 批凌的事件发送 事件广播 事件警求和显应 事件推送和订阅 而另外呢 这里是GRPC的ProBuff的事件模型 事件是以SimpleMessage的数据模型来呈现的 事件的实体是放在Content这个制作里面 也要CloudEvent也是现在业界 在世界里面业界比较流行的 来定义的事件模型 那GRPC是整合了EventMesh的 TCP和HTTP协议 让运行时 扣端变得更加轻妙 我刚才介绍过 GRPC是在EventMesh的1.4.0版本 之后支持的 那么在1.3.0版本之前 EventMesh是由TCP和GRPC 两种接口来就产生和消费事件的 那这里呢 事件的生产者通过TCP Stream把事件发送到EventMesh 然后EventMesh同样通过TCP Stream把事件推送到事件消费者 那下面呢 下面这里的是事件生产者通过HTTPPost把事件发送到EventMesh 然后EventMesh通过HTTPPost把事件推送到事件的消费者 那在右边这边 右边这个图呢 是在1.4.0版本里面 那这次操作呢 都是被那个GRPC代替的 那首先呢 TCP Stream是变成了GRPC Stream 那HTTPPost呢 变成了GRPC Request 那事件消费者 在这边还是需要HTTPPost的 没有被改变 那EventMesh呢 是在华语里面已经落地了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落地的情况 去年呢 华语呢 在打造了新一代的无服务器的事件总线 叫事件网格 EventGrid 那EventGrid 事件网格 其实是以EventMesh来作为运行时引擎 大家都看到这个事件网格的结构图呢 跟EventMesh呢 刚才EventMesh结构图很类似的啊 那所以说大件里面都是一样的 当然呢 事件网格在华语里面呢 是增加了自己更加所需的特性 那这些包括增强特性呢 包括了可视化的医疗保牌 Desport 高级的事件过滤 事件查询和追踪 和实现的存储等等 那这个结构图里面还说明了 EventGrid是以事件驱动方式来对加华语云服务的 包括Lock GameCube 卡夫卡 Pulser OPS Lock GameCube 还有对加云远生应用 内服务SaaS 和做好办的应用 EventGrid作为华语云的 内华语云创造了更多的应用场景 丰富了华语云的开发者生态 那这里我介绍一下 华语云的世界网格的两个使用场景 第一个是ERP场景 比如说这个新员工入职 那HR人事部系统会产生新员工的注册事件 也要通过EventGrid世界网格 推送欢迎新员工的邮件 你要通过IT系统配置新电脑设备 最后通知财务部部门建立新员工的资料 另一个是电商场景 比如有个客户走进门店又购户 那么这个事件就通过了EventGrid 实施的流程到在线分析系统 要我们知道店内的存货量和客户的购买编号 并推送了相关的广告 当客户在线支付之后呢 定单信息会发送到EventGrid 你要出发物流公司送货上门 最后呢客户可以通过这个物流的事件 实施的查看货物运送的情况 第三场景就是在华云要打造的 叫数字集成中心 Digital Integration Hub 那么EventGrid也是这个Digital Integration Hub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EventGrid呢 承接了Loma Connect的这个企业 企业应用集成平台的一个事件的流转 那通过对接事件语言 事件目标 云服务 完成多云 跨云的应用集成 然后还包括了SaaS华办应用的服务集成 那最后呢 就一起打造了华云的数字集成中心 这个愿景 EventGrid 这里看看EventGrid 接入的官方设券员 今年呢 我们要打算 接入100多个华云服务 作为官方设券员 这包括了OBS啊 短信消息服务啊 勇气进线服务 当然EventGrid也可以通过 自定义的形式 来对接了微服务应用 那最后呢 我想介绍一下 EventGrid 有一个可视化的事件 事件订阅这个功能 它可以支持多个事件目标 看这个事件订阅的例子呢 就可以说看到 这个事宜 它事件语言是一个短信服务 SMS 那事件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自定义的微服务 另外一个是华云的函数服务 方生化 在订阅其中 我们还可以配置 事件过滤的转换和转换的规则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面 事件过滤规则是包括 事件源是等于SMN 事件类型是包包含着这个 Cloud Trace Consult Action 那另外一块呢 在事件的转换规则方面呢 要把这个事件呢 最后变成那个这样子的EventNames DotNames这样的追换的格式 你要把它推送给事件目标的 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下EventNames的未来的转换 EventNames现在最新发布的1.5.0版本里面 有一个最重大的特性 它叫DataMesh DataMesh它是一个破云 破去多云的数据和事件的集成 它把事件 可以把事件从一个EventNames的实力里面 转发到另外一个EventNames的实力 EventNames的实力 的事件目标 事件目标 它能做到破去融栽 通过最开放标准的支持 能够实现 破去的 破企业的 事件的 联盲治理 这样一个场景 另一个重要特性 就是 事件吹动的工作流 EventNames 作为事件中枢 让工作流编排 变得更加清晰 一应用只需要订阅自己感兴趣的事件 发送事件到对方的主题和topic就可以了 它很适合应用于微服务之间的事物的处理场景 就是Saga场景 它还可以对接击函数来建立函数的工作流 那么这也是Service Workflow的场景 EventMatch未来版本呢 会陆续增加新的功能 第一呢 我们要会继续开发多元的SDK 这包括NodeJS Python等等 另外呢 我们会增强对Webhook的服务的支持 因为很多服务都是用Webhook来做事件触发的 那比如说Gitlab的Github的CICD 就是持续集成 持续交付 这个这样的功能 我们还继续要做可视化的控制台 来方便用户来管理EventMatch的情况 最后呢 我们会提供自定义的规则 自定义的规则 自定义规则吹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过滤的转发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呢 在华尔云EventGrid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我们社群也会要做出类似的能力 那这里是AppleEventMatch的官网 微信和GitHub 还有华尔云的EventGrid的链接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动态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的开始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